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厦门航空枢纽建设 赞赏新台阶 83名台湾人才 获评我是第四批台湾特聘专家和专才 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 台资版 正式启动 厦门急救志愿服务APP上线 是行政服务中心摆放三台AED设备 我是加强急救软硬件服务和设备投入 为第一时间抢救患者 管救生命 提供帮助 未来几天 厦门将开启强降雨模式 我是启动防御暴雨洪水三级应急响应 今天是2018年的6月12号 星期二 农历4月29 我们来看今天下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当前 厦门正在积极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本土航空公司不断加速国际化进程 出境航线数量越来越多 记者了解到 今年前五个月 厦门高级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 其中 国际及地区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13.7% 成为重要的增长力量 进一步巩固我是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 作为全国五大口岸机场之一 厦门高级国际机场目前通航城市达到121个 其中 国内93个 国际及地区28个 航线共177条 其中 国内142条 国际及地区航线35条 在这样的航线网络支持下 厦门机场今年一至五月 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079.94万人次 同比增长5.59% 其中 国际及地区航线达155.52万人次 同比增长13.75% 国际和地区航线方面 我们主要是形成了两大扇面和三大通道的航线网络布局 厦门到台湾 以及厦门到东南亚这两大扇面的航线网络 厦门对欧洲 北美 以及澳洲的三大通道 越来越多的国际及地区航线 不仅满足市民看世界 也带动厦门成为重要的国际航空中转枢纽 据悉 目前每个月在厦门中转的中外旅客 已经达到数万人次 且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厦门已成为国内中转澳大利亚第三大枢纽 和中转东南亚北美的第四大枢纽 国际及地区航线也带动我市进出口总额稳步增长 今年前五个月 厦门机场货油吞吐量共计14.18万吨 其中 国际及地区航线5.15万吨 同比增长超过8% 货物种类主要包括电子产品 服装 航财 跨境电商快件等 2017年 厦门的航空货运进出口总值240.5亿美元 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约27% 未来 随着祥安机场的建设 特区航空产业的发展瓶颈将被打开 进一步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市任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即党组中心组学习会 传达学习中央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精神 以及省委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人大贯彻意见 市任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嘉东主持并讲话 会议强调 中办意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对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提出七个方面的重要要求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市任大机关要充分认识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为抓手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为有担当的干部撑腰骨劲 激励广大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 凝聚形成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努力造就一支信念过硬 政治过硬 能力过硬 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专业化 人大机关干部队伍 会要求要强化四个意识 强化能力培养 强化用人导向 教育和引导干部 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 要关心关爱干部 宽容工作失误 陪数先进典型 为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的干部 营造良好环境 努力在人大机关中 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要一级带着一级干 一级做给一级看 以担当带动担当 以作为促进作为 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绩 本台记者报道 日东湖 位于极美杏林片区的 中心地带 日东公园里 几年前 那里还因为水体 发黑发臭 屡遭市民投诉 极美区着手进行了整治 目前 日东湖 水环境生态修复工程 已经完成了施工 进入了养护期 一起去看一看 已经实现美丽蜕变的日东湖 走进日东公园 面积约十万平方米的园区内 近一半属于这片 清澈美丽的日东湖 最近 湖面上盛开了 一株株安静的睡美人 湖边也有不少市民 在散步休憩 一片怡然的景致 但其实 几年前 日东湖还因为水体 常年发黑发臭 而屡遭周边市民的投诉 于是 景美区2015年9月 启动了日东湖除臭治理工程 这个项目采用微生物引导 叫生态治理技术 然后整个现在 已经往前消除了黑臭 治理前我们这个透明度 才10公分左右 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 常年稳定在这个透明度 稳定在0.50公分 据了解 在日东湖生态整治中 最大的亮点是引入了一种 石藻虫引导水下生态 修复技术的生物治理方式 简单来说 就是在水体中投放石藻虫 让石藻虫吃藻控藻 历史有机悬浮物及水中颗粒 继而引起水下生态系统的连锁反应 构建一个稳定完善的 水生态自净系统 目前日东湖水质已经达到 五类级以上标准 水生动植物成活率覆盖率 也都达到了预期标准 结合这个公园的景观 我们水水面也做了这个景观的处理 呈现一个就是水清 景美的一个效果 接下去我们要继续加上 这个水面一个保洁 水质的一个净化 逐步让它这个 日东湖生这个资金修复能力 巩固目前这种 治理的一个效果和状态 本台记者报道 我是2017第三批保障性租赁房 今天开始办理签订合同 和交房入住手续 完成选房的787户申请家庭 将正式入住保障房小区 根据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的安排 今天起首批170多户申请家庭 在夏门安居集团与保障中心 签订了租赁合同 签完合同后 申请户可自行前往各保障房小区 与物业公司签订入住协议 宴房和交要时候便可正式入住了 据了解 2017第三批保障性租赁房 是5月22号至29号举行选房的 安排选房的共831户家庭 最后选中房源的有787户 选房率达到了94.7% 对于787户完成选房的申请家庭 是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计划安排4天时间 完成租赁合同的签订 2017第三批保障性租赁房房源地点 分布于东方新城27AD块 华林花园27和滨海公寓 为了让申请户能顺利满意的入住 此前各小区物业公司都组织力量 对公共区域及每套移选住房户内 各设施设备都进行了检查 并落实好接待工作 三个小区中选中 东方新城27AD块的申请家庭最多 达到480多户 由于涉及的申请户较多 这里的交房入住 预计将用10天时间完成 有的租住户正常上班时间 安排不过来的话 我们有新六星天 包括这次的那个动物节 我们也是不换奖 来保证这是交房政府的完成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上午第十届海峡论坛 两爱人才交流对接活动 在厦门举行 83名台湾人才 获评我是第四批 台湾特聘专家和专才 据了解厦门市大陆首个实施 台湾高端人才评选计划的城市 早在2013年就在 海纳百川人才计划中 专设台湾特聘专家专才子计划 吸纳台湾电子信息 光电 现代服务业等 优势产业高端人才 来下工作创业 给予最高150万元的生活补贴 和500万元的创业资金扶持 目前全市共计评选 台湾特聘专家专才195名 其中专家116名 特聘专才79名 包括说整个生活环境上面 还有这个文化背景方面 都是非常的接近 所以说来到厦门这边 对我来说 一直就是觉得 这是我第二个家乡 从吸引台湾人才的方面 这些政策都非常的好 而且支持的力度也很大 本届两岸人才交流对接活动 还集中发布了 两岸创意设计重包平台 台湾大学生实习时讯平台 和两岸人才项目资本对接平台 等三大平台 针对对台人才工作的发展方向 创新模式 整合资源优化服务 像是两岸创意设计重包平台 就利用厦门一品威客 成熟的重包商业模式 将台湾创意产与大陆市场进行链接 平台将通过台湾当地合作伙伴 吸引招募一大批台湾设计机构 及两千至四千名设计人才入驻 在线承接大陆设计外包项目 据统计 截至2017年底 在下常驻台胞约12万 其中在下工作台籍员工2.3万人 在下接受教育台生2400人 在下台籍高级技能人才超过2000人 仅双百计划一项政策 就吸引了一批台湾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高端人才41位 其中有一位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八位入选省百人计划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沈阳参加活动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第七届海峡金融论坛在我是举行 论坛上专注服务台商 台资企业的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 台资版正式启动 这也是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 新四版市场中的首个台资版 据介绍 正式启动的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 台资版将立足厦门 辐射全国 吸引优质台资高新技术企业 到大陆发展 带动两岸创业氛围 也有利于台湾人才管理技术 专利及知识产权的积累 形成全国台商台资企业的 全聚效应平台促进形成厦门经济的新增长点 台湾的这个企业 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展示 那么我们在大陆的 包括在厦门的福建的 包括全国各地的 这些台资企业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做展示 应该说我们这个平台是开放的 据了解 近年来厦门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2017年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491.4亿元 增长8%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11.3% 截至目前 中心展示企业总数已达1908家 副市长张艺公出席论坛并至此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下午 厦门自贸片区云创智谷 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正式揭牌 这是省内首个在自贸实验区建立的 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厦门自贸片区云创智谷 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是一个具有引材引致 创业孵化 技术转移 专业服务保障等功能的 国际化综合性创新创业平台 基地采用全新的区内注册 海内外经营的协同创新创业新模式 向海外人才提供低成本便利化 全要素开放式高起点的创新创业空间 我们将提供一个全程的一个创业服务 无论它是在国外或者在境内 那我们可以跟它提供必要的一个创业咨询 还有一个金融服务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投融资服务 那我们希望围绕这三个亮点 给整个我们有意向来厦门投资的一些 企业跟人才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服务 记者了解到 这次成立的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格外着眼于服务台湾企业和人才 将在台湾设立离岸创新创业预复化基地 目前该基地正在规划建设中 将来不仅能够促进海外高端创新创业人才 在厦门自贸片区的快速集聚 而且能柔性引进台湾的专业技术人才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不管是从学生实习或者是这个人才的对接 甚至于可能未来的一些投资的这个计划来讲 其实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一个方案 目前厦门自贸片区云创智谷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 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为依托 以建立马来西亚征阳特色科技小镇 马来西亚国家级特色小镇与孵化基地 此外 基地相继同澳大利亚 以色列 德国 美国等国的企业和高校 签订合作协议 将在新兴应急产业 高精视觉识别领域等新兴科技领域 展开技术和项目离岸落地转化 本台记者报道 2015年以前 我国东北地区一进入冬季 所有的疫苗都将面临着停运的困境 今年的618由我之企业研发生产的良心一号 安全冷链运输箱将首次参展 有了这个运输箱 无论内外部环境温度如何变化 都可以照常运输药品 还节省了运输成本 今天的聚焦618 我们一起走进它的研发生产企业 浩天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在厦门浩天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记者见到了良心一号安全冷链运输箱 这个项目于2015年研发 是新一代高性能安全冷链运输箱 它以公司专利高效复合绝热板作为箱体 再加上特殊结构研发而成 不需要插电或携带蓄电池 就能在酷热或极寒的外部环境温度下 将箱内的温度区间控制在0至5摄氏度 并且维持长达132个小时以上 精准控温是我们箱子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它主要依靠非常高效的绝热板 阻隔箱内箱外的热量 然后靠箱内的PCM相变材料 来精准地控制住里面的环境温度 那它可以让我们的无源精准冷链控温箱 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款安全冷链运输箱 还具备全程可视化功能 可通过电脑或手机端 实时监控运输箱的温度 还可以进行定点追踪 确保运输过程安全稳定 目前 浩天公司已先后获得20多项国内外专利 年生产能力达200多万套 下一步 企业将加大冷链市场培育 建设体验式冷链气候室 引领国内冷链新技术 为市场提供一流的综合冷链服务 本台记者报道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为了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力 近期我是不断完善急救软件服务 加大急救硬件投入 详细情况请储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去了解一下 今天上午 凤凰花厦门急救志愿服务APP 正式上线 同时 是卫生机声委 还向市行政服务中心 捐赠了三台AED设备 这些急救软硬件服务和设备的投入 将提升院前急救服务能力 为第一时间抢救患者 挽救生命 提供帮助 凤凰花厦门急救志愿服务APP 是一款即紧急求助一键报警 呼救定位 急救常识查询 AED位置指引 急救志愿者等多功能为一体的智能呼救软件 它的最大亮点是增加了急救志愿者功能 当出现急救事件时 120急救中心调度员会搜索患者附近范围内的急救志愿者 并向符合条件的志愿者发出求助信息 志愿者在接到来自APP的任务后 将会第一时间向患者伸出援助之手 弥补救护车到来之前的空窗期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 那这个是有十来分钟时间 那十来分钟时间是很多 生命摧毁的一些能源 往往急救就靠四分钟 环境四分钟 我们现在急救志愿者 医疗能源已经有一千多位了 也就是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信息直接推送到 就是在事件发生的周边 在我救护车到达现场之前 还能赶得过去 除了完善急救软件服务 卧室还不断加打急救硬件投入 现场使卫生计生委 向市行政服务中心 捐赠了三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AED可以斩断特定的心理失常 并且给予电击除颤 成功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 这三台AED目前已放置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内的人群密集场所 供市民群众使用 据了解 接下来武士将在大型城管 公共场所等人群密集场所 配备更多AED 争取到2030年 全市公共城所 每万人AED配备将达到五台 那厦门的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在公共的场合 去自放这些AED 出事里头将近90%的原因都是心脏引起的 所以说你如果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尤其在四分钟内有效地干预心脏的出事的话 这将会挽救一条生命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厦门大学公布了2018年本科招生章程 今年厦门大学在福建计划招生1396人 据介绍 在这1396人中 文科308人 理科1088人 下大马来西亚分校187人 面向厦门今年文科招12人 理科38人 只有厦门户籍 并在厦门参加高考报名和考试的考生 才可以报考 那么面向厦门的分数线会比面向福建低吗 据厦大招生办介绍 从往年的情况来看 这两类分数相差不大 个别年份甚至出现录取线倒挂 其面向厦门的录取线比面向福建的高 这是由每年报考面向厦门的人数决定的 报道人多 有可能分数就上扬 反之分数就低 今年下大新增一个本科招生专业 电磁场与无线技术 以电子信息类进行招生 下大马来西亚分校则新增数学与应用数学 广告学两个招生专业 歌子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今已传唱百年 如何让它更好的传承下去 培养接班人是关键 近日是歌子系研习中心 与北市大海仓附属学校 共同成立了人才培育基地 共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校园内生根发芽 这位在台上舞秀吟唱的孩子 是北市大海仓附属学校三年级的学生夏米莱 透过她稚嫩的面旁 一个细腻多情 婉约清丽的轻衣角色 深入人心 作为一名外来娃 夏米莱借助歌子系这把钥匙 打开了门南文化的大门 融入了厦门的生活 像夏米莱一样热爱歌子系的孩子 在北市大海仓附属学校还有很多 经过两年的发展 学校成功地将歌子系的新衣 注入到校园文化的培育和发展中 学校先后开设了唱腔 形体 赏息 等一系列歌子系课程 并将学习歌子系定为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 据介绍 北市大海仓附属学校 每年由500名学生系统的学习歌子系 还培养了一支拥有86名孩子的歌子系社团 除了让歌子系在校园内生根发芽 学校还时常让这个优秀的 米南戏曲剧种亮相舞台走进群众 至今已在各电视平台上展播68次 参与夏乡公益慰问演出17次 值得一提的是 本月初学校的蓝海豚戏曲社 还应央视的邀请登上宝贝亮相吧节目 展示歌子系之美 孩子们专业的表演不仅打动了全国的观众 也给四大剧种的名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把歌子系带到央视 让全国人民看 让全世界人民看 其实也是把我们厦门带到央视去 让大家知道我们美丽厦门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剧种歌子系物 他们感叹到说歌子系真的后继有人这样子 歌子系在校园里的蓬勃发展 离不开是歌子系研习中心等机构的帮助 记者了解到 多年来是歌子系研习中心致力于歌子系剧种的传承工作 并有计划地派出优秀演员 指导学校开展歌子系进校园等教学活动 歌子系进校园我们在好几个学校都有 比如说像玉彩小学 海昌玉彩小学 北复小 还有什么公园小学 严魁小学 其实像这几所学校在歌子系方面做的都还是不错的 我们会把我们的歌子系的剧目 或者是我们介绍我们歌子系的特色 我们的唱腔 我们的行当 这样子的用普及加赏心的这种类型 到学校里面去推广 去传播 未来是歌子系研习中心 还将与更多学校建立人才培养基地 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开展教学活动 让歌子系这个闽南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好地流传下去 本台记者报道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是气象台预测 未来几天 卧室将开启强降雨模式 预计强降雨今晚到达 一直将持续到17号 今天中午12点 卧室启动了防御暴雨洪水三级应急响应 是气象台预测 受南海季风和低压环流的共同影响 今天晚上 厦门地区会有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而从明天开始 厦门地区将迎来连续强降雨 预计明天白天 卧室天气以阴天由中雨为主 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雷电 强降雨天气将一直持续到17号 13号有一个大雨 局部暴雨的降低过程 所以说市民还是要注意 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雷电 带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 第二就是海上不是会有6到7级 8到9级的大风 所以是海上的船只 以及海上的作业 以及滨海旅游 都要注意这方面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未来几天 厦门的雨势逐渐增强 并伴有雷电 具体的量级 还请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不过未来几天的气温总体比较低 一般是在24到29度之间 今天上午11点 是机箱台发布暴雨三级警报 12点 五时也启动了防御暴雨洪水三级应急响应 本台记者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下车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厦门广电 官方微博 微信 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